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房子也是离中国城非常近的一个区域 这几天我发的房子基本上都是离中国城比较近的一些区域的房子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房子呢是一摊是9万多美金的一个房子 但它是高调厅 一打开门就扑面而来的这个感觉就是没有翻新过以前的一种风格 包括它红红的这种地板 但是保养的还是很不错的 并且一层都是这样的地板 所以整体来讲很好打理 这边呢就是一个车库的位置 然后这边是一个主餐厅 从主餐厅可以过来就是厨房的位置了 这个房子是没有翻新的只是说保养的不错 包括它的台面包括它的橱柜都是没有翻新 圆木色的橱柜都是当时能体现出这个房子防灵的一些元素 冰箱放在这儿就说明这个冰箱会留下了 主人已经不会搬走了 这个抽油烟机还是很亚裔化的一个抽油烟机 我们可以打开上面看看它上面是有烟道的 也就是说烟可以抽出去 你可以换一个方态呀什么中式抽油烟机 然后我们这个厨房还是蛮大的其实 然后我们再往前走就看到这个位置呢就是一个早餐厅 这房子最大的亮点就是这些高条的客厅 这个是它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还是很舒服很敞亮的 那它所在的位置的这个区域学区虽然不是很好 但是特别方便 到中国城就几分钟的距离 就比较适合要在中国城附近工作的一些人 这个房子的整体的户型感还是很不错的 不仅有高小厅 而且每一个房间都是比较方正的 这边就是一个卧室 这不是主卧 这个房子主卧在楼上 这个卧室只是一个楼下的套间 这边是一个可以洗澡的一个套间 保养的很好 以帽间 它第一楼全都是木地板 就没有地毯 所以就会很好打理 二楼也都是地板 整个房子是没有地毯的 这个就非常符合我们亚洲人的一个习惯了 二楼如果都是地板的话就很容易清洁 这样进来之后看到的这个房间呢就是一个主卧了 我们先来主卧洗手间看看 然后你看到这个主卧面积很大 非常大的一个主卧 主卧的洗手间的面积也是非常大的 虽然整体面积2600多尺不是很大 可是它的格局很方正 主卧的洗手间是有翻新过的 这些鱼盆啊都是后来翻新过的 然后这边呢就到了主卧的一个衣帽间了 主卧卧衣帽间有窗户 淋浴间这边的玻璃水渍的这个痕迹比较明显 然后按摩浴缸 然后这边是一个马桶间 马桶间带窗户 大多数马桶间不带窗户 所以有带窗户的我都会着重的说明一下 这边还有两个卧室 这其中一个卧室也是很方正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因为主卧在二楼 所以洗衣房也在二楼 另外一个卧室都是很方正的 另外一个卧室都是很方正的 而是一楼 等一楼 再次洗衣房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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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我们去院子看看 院子的硬化面积比较大 这样的话你就省去了很多割草的一个工作 栏杆是好长时间没有换过了 有点倾斜了 院子不大,占地才有4000多尺嘛 所以就是比较小的一个院子 整体的感觉就是这样子的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 如果您对修正地产感兴趣 或者是你想卖房,买房 欢迎加我微信,关注我们微博,联系我们 我是一斤,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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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